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曾经担任撤退指挥部的领导人 然后后来担任我保安县的县委书记 后来是被判图出卖以后 就是 光荣西圈是吗 嗯 对 就是做 就是让国民党抓去然后去 有些是1929年的好像是冬天吧 刚才看了你的基本材料以后 我觉得你的家庭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 你就把你家庭的那个历史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嗯 我母亲这年呢 是国民党的那个算高章嘛 我 我就是我老爷是 呃 曾经担任过孙中山的那个 副官 我呢 当任过两年 后来 后来 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 呃 他那个名字叫 呃 赵仲昭 嗯 呃 我 后来呢 就是他 孙中山去世以后 他就回到北京 好像在座椅那儿做 做了一个秘书 然后又去到 那么的具体地方 不太清楚 做演务局的局长 警察局的局长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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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 我的 姑老爷 就是我妈的姑父 是叫 朱寿光 在 那个网上可以查到的 他是 流日第六批的小青光 嗯 嗯 原来做过 那个 那个 星中山的时候啊 嗯 嗯 做 反正入军的 入军的 入军部的局长 本来是被 延西山请到他的做到 他那个参谋部长 在延西山那里做参谋部长 到他去世为止 他那时候他的军想可能是 是国民长上升 嗯 那这样 就是说 听说你的房子被抢拆了是吧 对 嗯 嗯 你给 所以呢 给我们 具体介绍一下 您看的是什么 嗯 这个卡